从现在开始,各位要养成习惯 当你看到任何事物 当你遭遇到任何情况 你先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自己 要告诉自己啊 如假反求足己就是说 任何事情,你向内 你不要老向外 我们现在受西方的影响 动不动就向外 向内 向内什么?告诉自己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 是一无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 通通是身外之物 不必那么紧张 有也吧,没有也吧 因为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了 我空空的来 空空的走 所有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你就不会很紧张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东西就想 我能不能要到 这很好事 那整个都乱掉了 一个人有了情绪 有了情欲 有了各种的需求 起心动念 那个道就不显现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老说我知道我知道 最后才发现 原来我还是不知道 就是你起心动念 人要不起心动念很难 唯一的办法就是忘我 没有我 没有我的时候 道就显现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因为你没有我 你就不会很急的 你就不会有得失心 你就不会就 一下就说他不好 一下就说他好 你凭什么 平常我们很少觉得我凭什么 现在我们终于了解了 我凭什么 因此你就会冷静 客观 公正 你看这三个也是 我们常常在讲 但是就是做不到 因为你没有忘我 我们很冷静 很客观 很公正 然后看看 哦原来这个东西 它的本质是这样子 那个道它就浮现了 这个时候 你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选择 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 第一个你要还是不要 第二个你要做什么 第三个如果有人更合适 你舍不舍得给他 如果你有我 你不会这么想 你巴不得一下就要了 要了再说 现在你不会 你会觉得这个 给谁最合适 怎么做比较合理 最后怎么样 大家善良善良 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以后 你就进到 一三步 维护本来的我 我还是一无所得 只不过多了这个东西 也不算什么 人家拿走了 也不算什么 你就很自在 我们现在知道了 当你看到父母的时候 当你想到父母的时候 你马上告诉自己 我本来是连这个人都没有的 那个比什么都厉害 你看到别的东西 你会想到 我原来只有这个身体 光的身体 现在你看到父母 那个太厉害了 如果没有父母 我连这个身体都没有了 那在谈什么 那你马上会觉得 天底下所有的关系 没有我跟我的父母 这么深的关系 你今天讲爱环境 爱动物 爱什么 你不要忘记了 你如果不爱你的父母 你去爱那些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那当然奇怪 那最根本 最珍贵的 你都不知道去爱他 然后你去爱那些 杂七八八的 为了爱那个杂七八八 还来欺父母 那这个不是 这完全不合道 你从这样子的话 你马上会觉得说 这个中国人讲笑 讲所有的文化 最后极大层 真正的表现的 就是笑道 你会觉得 没有什么好疑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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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